下面我们来了解一下雷霆2019演习中亮相的俄罗斯战略武器究竟有怎样的威力 雷霆2019演习中最受人关注的就是俄陆军发射了一枚RS-24亚尔斯洲际弹道导弹 并成功摧毁6000公里外的预定目标 据俄罗斯媒体称 亚尔斯导弹最大射程可达12000公里 可携带36枚分岛核弹头 具备极强的突防能力 号称能穿透任何导弹防御系统 截至2017年9月 俄战略导弹部队总共装备了110枚RS-24亚尔斯导弹 除此之外 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10月18号报道 俄第35导弹师目前正在接收升级版本的亚尔斯S洲际弹道导弹 将于11月在阿尔泰边疆区开始战斗执行 在雷霆2019演习中 俄罗斯南部和东部军区发射了多枚伊斯坎德尔导弹 该型导弹是俄罗斯现役最先进的短程弹道导弹 命中精度极高 弹头可装填极速子母弹 高爆弹 清掣钻地弹 电磁脉冲弹 空气燃烧弹 其弹头外形似锥体 起飞后迅速甩掉表面突出部分 弹体更加光滑 降低了雷达波反射面积 从而有反拦截突发能力 战斗中只需三人就可以在四分钟内完成发射 俄军方消息称 在2018年初 已经有120个伊斯坎德尔导弹营 部署在针对北约的方向 俄罗斯与美国现在都退出了中导条约 俄罗斯如今的伊斯坎德尔导弹标榜的射程是490公里 未来改进后 会不会挂装核弹头并延长射程 成为真正抵在北约脖子上的尖刀呢 杜老师 中导从白纸变成废纸以后 俄罗斯有充分的能力和信心 填补在中导打击能力方面的空白 靠前部署的伊斯坎德尔导弹 本来就是核弹头和禅国弹头 两种全效果的打击方式 射程可以调整 如果发动机工作的时间 包括姿态和角度进行调整之后 500公里根本就不是约束伊斯坎德尔的红线 再加上它的巡航型 9M728、9M729 也有很好的低空打击能力 核弹头和禅国弹头可以同时加装 所以目前看呢 凭借伊斯坎德尔导弹 整个家族体系的打击能力 完全可以踩破500公里的红线 实现用常规与核两种方式 对美国及金盟国产生巨大的核遏制和打击能力 所以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去应对美国退出中岛之后的后中岛时代